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這個 好小喔 這個叫巧虎 來 你看這個魚 這個小魚虎 大小的差不多 去 去 不要 不要衝動 你在鬆大小 有 聽到叫 撥一下 你嘛 你是在鬆弘大年啦 馬斯哥 在這裡看著 這隻這麼好釣 你看路犯了就好了 魚虎 是一個外來入侵種 旁邊親愛到我們桃圍原生種 它從繁殖 下卵 然後再來變魚球 再來變魚虎條 再來才變這個叫做 我們的專家學所謂叫做巨嬰 真啦 其實他 他叫巧虎 我們都承認他巧虎啦 不要再講說 什麼二次爆彈 那一種荒謬的 講法 你有證據嗎 你們只是為了唐塞 為什麼你們移除那麼多年 拿那麼多經費 為什麼移除還那麼多 然後才講說 什麼二次爆彈的那一種謊言 騙外韓人可以 不要騙內韓人 好不好 釣魚達人黃小四 致力於移除台灣的外來種魚虎 日前他未破解於虎會 二次暴暖的謠言 特地前往日月潭釣小魚虎 希望能讓大眾重視外來種魚虎 嚴重影響到台灣生態圈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釣魚就是泥丘 小呆呆 跟秋雲 我們今天的戰略就是 每一個點沒有就收 沒有就換點 沒有就換點 好 剛才第一個點停留20分鐘 現在第二個點也要停留20分鐘 裡面釣橋虎 根本沒有技巧 有你就釣到 有嗎 釣到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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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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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多嗎 有 有 有嗎有嗎有嗎 掉下去了啦 你看這個魚 這個小魚虎 大小的差不多 不要 不要衝動 不要衝動 最近新聞 一直在吵說 日台魚虎什麼巨鷹 還是二次暴亂 我覺得那個都唬爛的 全世界的魚虎沒有什麼叫二次暴亂 那是你們這些學者專家 拿著移除日台的經費的人 在那無差別的電影 依我的對日台的了解 它是因為被你電到怕 因為你無差別的電影 一些大魚虎 它就會把它軟 它的蛋不下蛋 然後拖到現在已經11月了 它會慢慢拖 那有些母魚虎它會把蛋吸收掉 所以你說 電影無差別電影 有可能只電到魚虎嗎 電影不會去電到魚蝦 那原生種的那個魚蛋 或者原生種的魚嗎 不可能嗎 要魚蝦會下蛋的大魚 我的影片一直強調 因為一尾成年的大魚 一年可以生產七百顆 至一千多顆的蛋 那你移除一尾魚虎 等於移除七百尾 至一千多我的小魚虎嗎 我覺得不要誤導大家 不要一言堂 你們說什麼就什麼 新聞媒體無腦的去報導 那有智商的我講什麼 沒有智商的就是 隨便你們啦 至少我們做對的事情 我們也拿任的經費 我們開銷算自己的 他們那邊中魚了 最大了 還是有點點 大嗎 恰五喔 好 好 我們現在 要去最後一個點 有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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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五啦 其實拉起來就有了 對 斷掉 斷掉 太難了 斷掉 不會啦 我們的釣組 釣這種恰五 怎麼會斷掉 有了 鵝油了呢 有趴 小虎 鵝也有中小虎的啊 鵝也沒有中大虎的啊 有 聽說 撅一下 水 你馬 你怎麼做得那麼大虎 lieutenant 身長啦 對 就是這麼好釣 你看 肉飯就好 拉鍊很小 拉鍊很小 我這個這麼暖的端子 我都 我都覺得 小朋友 它跟我一樣的名字 小朋友 銀鵝在外面 魚虎是一個外來入侵種 它會牽涉到我們桃圍原生種 它從繁殖下卵 然後再來變魚球 再來變魚虎條 再來才變這個叫做 我們的專家學所謂的巨嬰 其實它叫喬虎 我們都說叫喬虎 不要再講說什麼二世報 但那種荒謬的講法 你有證據嗎 你們只是為了唐塞 為什麼你們移屬那麼多年 拿那麼多經費 為什麼移法那麼多 然後才講說二世爆彈的那種謊言 騙外行人可以 不要騙內行人 好不好 來算一下成績 我把水倒掉 2 4 5 11 11文 我再講一次 就是我從來沒有說特地拍一支影片 釣這個喬虎的 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就是你們電影沒完 魚虎啦 魚虎仔而已啦 那巨嬰 它本來就能長到的東西啊 不然咧 它用的都是魚球 魚虎條 來自助 欸 他要的 猶豪 它有意外 透過 與他們的 還不少 被牽涉 無尾 換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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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跟大家講 有在關注我的AFB 或是YouTube的 都知道 我們今年 我們團隊 衣褲的 日日常鯩 衣服超過350 大衣 你乘七一百就好了 二乘一千啦 都可以 那等於移除了二三十萬五 小漁服 那等於是那些南投縣政府委託那些學者 去用無差別電流 電到原生都沒有了 檀下也沒有了 等於你們七八年八九年 才有辦法達標的數字 至少我們在做 我們沒有拿過節費 我們很認真很認真 我們會要求你們給我們鼓勵 至少你們不要在那邊三拍兩拍的 不然你們來嘛 花費是你花 不要拿經費 平道收入全數捐出 幫助弱勢團體 我們就這樣做 歡迎大家去查證